对于一款战机而言 武装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战机再过先进 没有武器就等于没有牙齿的老虎 只具备威猛的外表 没有任何伤害 那战机上的武装哪个最为重要 这无疑就是空空导弹了 而今天就为大家讲一讲 一款先进的空空导弹 这款空空导弹名叫Python-Meso 也被称为巨猛导弹 这款导弹是由以色列的 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所研发 主要是基于蜻蜓导弹来研制的 到目前为止 该导弹可以说是世界最先进的 空空导弹之一了 这主要还是依靠以色列 对该导弹的不断改进和升级 而这款导弹的产生 可以追溯到1950年 当时的以色列空军 绝对要研制国产的空空导弹 毕竟一支外购还要看别人的脸色 万一哪天惹到开发商不给供货 空军力量将会大幅度下降 而研制自己的空空导弹 还可以促进以色列国防工业 于是乎以色列空军将这项重任 交付到当时的 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 经过商议和决策 身为以色列国内军火霸主的 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 便对国产化空空导弹 开始了研制工作 并在1959年 研制出来蜻蜓一型空空导弹 关于这款导弹的参数如下 该导弹全长250厘米 直径14厘米 逆展为55厘米 全重65公斤 其中战斗部占取11公斤 其中装填的都是高爆炸药 在射程上 该型导弹可打击5公里内的目标 制导方式采用的是红外线制导 而这款导弹的产生 也让以色列空军在1963年 为幻影三型战机全面装备 不过以色列空军 对于该型导弹的性能 并不满意和认同 空军部队更是对其产生了质疑和不信任 这就让当时的以色列空军在战场上 发生了有趣的事情 在1967年6日战争期间 以色列的空军部队虽然装备了 蜻蜓一型导弹 当攻击敌方时依然采用机炮 这种情况估计敌方空军 砍得都发懵 因为这种情况导致在这场战役中 以色列自产的蜻蜓一型导弹 相对于是个摆设 并未击落一架战机 可能是这件事情 让拉斐尔公司产生了压力 于是在1971年的时候 推出了改进型的蜻蜓二型空空导弹 关于蜻蜓二型导弹在外形上 和蜻蜓一型导弹并无太大差别和改进 其长度和翼展都无变换 只是它的直径和重量进行改变 直径从原来的14厘米改为了15厘米 重量从原来的65千克改为了95千克 其制导方式和战斗部也并未改变 在射程上依旧是5公里射程 虽然改进不多 但这款导弹很快就迎来上战场的机会 在1973年的时候参与了赎罪日战争 在此战争中 蜻蜓二型导弹的性能非常优异 在参战期间 以色列空军发射了176枚该型导弹 击毁了89架战机 因此经过这次战场实战 蜻蜓二型导弹备受欢迎 当时还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 对空导弹之一 因此身为蜻蜓二型导弹研发者的 拉斐尔公司也被自己证明 不过该公司并未自满 对于该型导弹的研制 也越发的注重 因此在二型导弹推出之后 开始了对新型导弹的研制 并对该型导弹进行了重命名 称为巨蟒三型导弹 关于这款导弹 拉斐尔公司非常注重 对其进行了大幅改进 在性能上 让其具备了全方位攻击能力 以及更高的速度和射程 在外形上 巨蟒三也进行了很多改进 其一就是将它的长度进行增加 从原来的250厘米增加到了295厘米 直径方面和重量方面也都进行了增加 在战斗部上的改进 除了使用高爆炸药外 还加装了主动式进炸引进 另外在弹翼上进行了改进 将尾部的弹翼进行了增宽和加长 这些改进 让巨蟒三型导弹的射程提升到了15公里 其速度达到了3.5马赫 在巨蟒三型生产后 于1982年还参与了黎巴嫩战争 在战绩上 该导弹曾击落了35架战机 也有消息称是击落了50架 但具体是多少并未确定 不过从这也看出了 该型号的巨蟒导弹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 为了让巨蟒三的性能进一步增强 以色列的拉斐尔公司 开始对巨蟒三进行升级改进 并促使了巨蟒四型导弹的产生 该型导弹的性能具备了全方位攻击能力 拉斐尔公司为其整合了头盔式瞄准系统 在投入生产后 该型导弹主要装备在了 以色列空军 施旧战斗机 F-15I和F-16I等战斗机上 另外在制导系统上 该导弹还仿制了美国FIM-92 独次便携式防空导弹的双波段光电成像制导头 这种导头具备红外线反制系统 能够减少红外线辐射 这能降低敌方热右耳弹的有效性 能够让巨蟒四型加精准的打击敌方战机 在参数上巨蟒四型导弹 全长300厘米 一展50厘米 而直径和重量 战斗部以及性能都与巨蟒三型导弹一样 从性能上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这是各国对空空导弹研制也是注重 到了1990年 拉斐尔公司开始了对巨蟒五型导弹的研制工作 而这款导弹的诞生 又一次让世界震惊它优异的性能 在作战性能上 巨蟒五型具备超视距功能 此外该导弹还拥有全向攻击能力 这其中还包括后方的目标 这种功能的使用 也是意味着飞行员可以进行领域范围内的进攻 不管对方的战机位置在哪 该导弹都可以进行攻击 为了让该导弹的性能进一步提高 拉斐尔公司还为其搭载了先进的光电成像 红外线寻标制导头 这种导引头可以扫描一次有敌方飞机的目标区域 并锁定目标进行进攻 此外拉斐尔公司还为弹体设计了18个控制面 因此巨蟒五型机动性能远超多数空空导弹 在射程上该导弹可打击20公里内的目标 其速度可以达到4马赫 而巨蟒五型导弹在研制出来后 其性能震惊了很多人 虽然该导弹在参战服役后击落的都是一些无人机 并且在2006年的以离冲突期间进行参战 当时一架F16i战机搭载巨蟒五型导弹 精准地击毁了两架伊朗制造的阿比古无人机 在2021年的时候 以色列还使用了该型导弹 击落了Shared自杀式无人机 虽然该导弹在服役后击落的都是一些无人机 但这并不能阻拦它优异的性能 因为巨蟒五型导弹性能的优异性 也被人称为世界最强的空空导弹之一 并且出售到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而其根据巨蟒导弹衍生出的其他型号武器 性能也是十分优异 例如德比导弹 该导弹也被称为奥托导弹 在性能上属于中程主动雷达导弹 并且拥有超视距攻击能力 除了这款导弹外 巨蟒导弹还衍生出了 有I-Der比-ER长城空对空导弹 以及Spider陆基防空导弹等 足以看出巨蟒导弹的优异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以色列巨蟒导弹如何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